HELLO 大家好 我是金妮 今天要來為大家介紹亞式蘭奈的超級觸控粉底 這個產品非常非常厲害喔 聽說專櫃上都已經賣要缺貨了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特色就是這樣子 非常非常好攜帶 那它這究竟是什麼樣子的產品呢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 看起來很像一般的粉 但是拿開來之後會發現這裡有個按鈕 那我們要如何使用它呢 就是這樣子 按它一下 按一下之後就會有新鮮的粉底液跑出來囉 這其實有一點像我們之前 前一陣子韓國很夯的氣墊粉餅 但是有別於氣墊粉餅也是 因為氣墊粉餅它是整個表面暴露在空氣中 所以它的粉底液都會一直接觸到空氣 但亞式蘭奈這個超級觸控粉底 不一樣的地方是每一次使用都是新鮮的粉底液 OK 那我們先來試試看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光澤度是非常非常夠的 我們一擦上臉這樣子薄薄的一層 就有非常非常好看的質感跟光澤感 看得出來嗎 這裡 好 現在這是基本的打底 就是這一半 是我有一個簡單鋪了薄薄一層的 然後這一半就是我的素顏 就是非常勞累 氣增 差還泛紅 非常明顯的差異 它不會有那種厚重的粉感 它是非常非常自然清透 有光澤跟質感的粉底 好 那因為我們剛剛其實擠了一下之後 發現其實還有剩喔 所以它用量其實是非常省的 那我剛剛只沾取了一半來做打底的步驟 接下來我們用剩下來的來做局部遮瑕 那局部遮瑕的要點有這些 像是黑眼圈 鼻翼旁邊泛紅 跟一些小痘痘啊 然後一些小痘疤之類的 我們就使用這個部分來遮瑕 好了 簡單的遮瑕步驟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它不僅僅非常的自然 水嫩光澤 而且遮瑕度也很厲害喔 好的 我們現在已經完妝囉 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 完妝之後的質感 可以看到它的光澤度是很夠的 而且遮瑕力也夠 重點是它不會有粉感很重的感覺 它給人的感覺是一種很有質感 然後很自然很清透的妝感 所以這款亞什蘭黛超級觸碰粉底 非常推薦給大家 它除了方便好攜帶之外 每一次使用都是新鮮的粉底 另外我最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之前使用各類粉底的心得 因為我就是喜歡追求一個自然的妝感 所以我都會去選購一些 自然有光澤的粉底產品 結果那些粉底產品 通常都會有一個現象 就是它會過油 但是這款超級觸碰粉底 它不會有過油的狀況 可以看得出來 它除了有光澤感之外 還是帶有一些水嫩跟粉嫩的感覺 不會讓你有那種油光灌發的感覺 所以這款產品非常推薦給大家喔